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DK,今天为大家讲述的历史名将是 参与攻灭南唐北汉,吕破契丹,大败耶律休哥,讨伐党项首领叛乱的北宋名将李继龙 李继龙自霸图,北宋初年的名将外戚 李继龙主席上党,他的父亲李赵在后唐认世 官至都豪寨史,简孝司徒,在于契丹的战斗中战死 他的父亲是北宋开国将领,官至疏密父使的李楚根 李继龙的妹妹,经过太祖赵匡应撮合,嫁给了宋太宗赵炯为妻 继为后来的明德皇后 李继龙的弟弟李继和,在边境任职,官至殿前都于侯,端奏防御史 李继龙幼年时,在伯父李楚筹家中生活 成年之后,因为他父亲的功劳,被应补为供奉官 之后他的父亲被贬为资州刺史 李继龙的供奉官也被除籍 侍奉宋太祖生辰长春节 李继龙和他的母亲入供,被官赴原职 因为李楚根和赵匡应的结拜兄弟慕容颜招不合 李继龙屡被压制 少年时期的他只好每天游猎念舞,等待机会 开保初年,李继龙奉命监护宿主到定州 受到定州节度时,孟玄哲在射堂的宴起 在展示射箭技术时,李继龙剑无须发 举止咸雅,深受孟玄哲赏识 北宋虽在前德三年功灭了后属 但属地在经历了全师雄之乱后,仍然倒扣有梗 连以弱贯的李继龙于是被任命为果州郎州监军兼巡 李继龙和三百名雄武族被派到了韶州 去剿灭数千名当地的蛮族 当时他们的武器只有刀和盾牌 但是年轻气势的李继龙冒着蛮族不断施放的毒箭 身先士卒,以伤亡三分之一的代价打败了敌军 战斗中,他的手臂被敌人的毒箭贯穿危在旦夕 好在他的部下找到了解药,才获得治疗 此战后,李继龙以勇猛传遍了全军 宋太祖听闻后,对其赞赏有加 他又与石溪率兵袭击了援州 攻破了陶田寨的叛军,追击敌军二十里 又攻入潭富寨 毁了寨内的云梯冲车以及粮食等物 在开保七年,公元974年宋军攻南唐时 李继龙跟随李福,渡则金湖曹运,负责补给南征诸部 南唐军全力攻击宋军的水运 但李继龙屡屡击败南唐水军,并且斩杀了敌军高级将领一人 有力地保障了宋军补给 在与南唐军的战斗中,刘史曾射中李继龙的额头 因为所带的甲咒坚硬,才未受伤 赵匡硬发现了李继龙的才能,又追念他的父亲李楚根的功勋 因而想要提拔他 于是因为凭南唐有功,李继龙被任命为装宅副使 后随赵匡硬驾临洛阳,被改授为玉婴前后巡检使 太平新国二年,李继龙转任六宅使 太平新国四年,公元979年 宋太宗赵炯,率军清真北汉 李继龙担任四面提举都监 史书记载,李继龙一如既往的奋以先登永长冠军 李继龙在与猛将李汉琼攻打太原西城时 北汉军投石机投出的石头正好落在他的身边 他的一位随从清兵当场被击中身亡 但是李继龙仍然毫无惧色,继续在前线督战 北汉灭亡后,李继龙作为先锋参加了第一次幽州战役 与郭守文领先锋郡击破辽郡数千人 包围幽州时,又与郭守文担任先锋 拜辽郡与胡迪河南 此时,因太宗的失误 宋军在高粱河之战中受契丹名将耶律休哥的反击 遭遇惨败 宋军各路人马都慌忙败退 只有李继龙所部,且战且退,安全撤离 耶律休哥看到后也是大吃一惊 战后,李继龙因攻被受为郑州都监 辽军随后转入反攻 辽朝派出了耶律休哥和大将韩匡寺 带领大军支离满城 宋军按照太宗的部署分为八镇对峙 但有人提出八镇的部署力量过于分散 应当改为两镇 大将吹汉,恐怕违背太宗的命令不好交代 因而犹豫不决 此时身为监军的李继龙 当即表示,事有应变,安可预定 设获违照之罪,请读当也 大意就是如今因为情势有变 他也同意辩证 如果因此而获罪 他愿意独自担当 有了李继龙拍拂保证 宋军于是大胆地做了违背太宗意图的正确辩证 在徐河击败了辽军 同年,李继龙调任公院使 领归州刺史,护三郊屯兵 太平新国七年,公元982年 辽景宗耶律贤,亲率三路大军南下 李继龙跟随名将潘美迎战于燕门 潘美以朝光石为先锋,击溃了辽军 李继龙和潘美乘胜追击 攻破了辽军二十五战 斩首三千余击,俘获万人 一直追击到辽朝境内的林丘才返回 战后,李继龙被改任为定州驻破都监 此后,他曾领兵出土登载,击破辽军 缴获刘阳籍车账颇多 因而受到宋太宗的褒奖 雍兵二年,公元985年 党项首领李继谦诱杀朝光石 攻陷了和气三寨和银州等地,尽为辅宁 李继龙又赴西北讨伐党项 他与王奢等在卓伦川一战中杀敌五千 李继谦狼狈逃走 收复了银州后,宋军再破西立族 斩三千余级,出开光谷西姓子平 降三族首领星巴军等三千余众 当时吉加罗利十四族不愿归顺 李继龙于尹县发动攻击 辅斩七千余级 战后,李继龙以辉煌战功 被夹缝为环州团练使 并护高阳关屯兵 雍兮三年,宋太宗发动了第二次幽州战役 李继龙隶属曹兵一路 他作战勇猛 攻克了顾安、新城、卓州 并且俘获了辽军将领一名 但是因为宋太宗和曹兵的错误 宋军遭到惨败 各路人马伤亡惨重 但李继龙部君臣列鲁不敢击 有秩序地撤回到了宋境 驻军于定州 当时有数万败军溃散到定州 形势混乱 李继龙按照太宗的指示 从容地安置败兵 受到了太宗的表彰 之后被改授为 侍卫马郡都于侯 武州防御使 同年冬 辽军反击全面展开 在河间的君子馆 与宋军展开决战 大将刘廷让 领兵数万迎战 时任苍州都部署的李继龙 率一万金兵作为后援 由于天寒冰冬 宋军的弓箭无法张开 刘廷让受到了辽军的重创 损失数万人 李继龙和苍州副都部署 王稿领兵复原中 遭到了契丹军的优势兵力袭击 二人虽顽强抵抗杀货颇多 但终究寡不敌众 李继龙考虑到气候等形势 对宋军极为不利 国断下令退保掠寿 战后 太宗震鲁下令召李继龙付金 对其进行调查 但不久之后又将其释放 一年后 李继龙加领本周观察时 端拱元年 公元988年 李继龙获受侍卫马军都指挥时 领保顺军节度时 九月又被任命为定州都部署 此时 李继龙面对的局面是颇为险恶的 宋军金锐几乎在之前的 齐沟官和君子官两战中丧失殆尽 根据旭资质通鉴长篇记载 边缘苍宜之族不满万计 皆无负斗智 和硕镇口 就是说 边军当时已经是溃败不已 兵力不足万人 而且都没有斗智 所以和硕地区都对辽军的入侵感到惊恐 同年冬 耶律休哥再次大举入侵 攻克卓州 显长城口 李继龙领兵北上增援 但不敌耶律休哥 只好退保北平战 李继龙与耶律休哥 这两位当时的两大名将互相出招 最后还是李继龙背水一战 下令田敏 带领数百竞赛骑兵 吹风陷入 李继龙 金四 郭守文等人趁势掩杀 辽军大败 横尸便宇 宋军一直追到满城 斩首一万五千级 货马万匹 战后 辽军南下的形势被初步遏制 端拱二年 公元989年 耶律休哥再率三万铁骑南清 旨在切断威鲁军的补给 宋朝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有人建议放弃威鲁军 李继龙表示反对 他召集镇定高阳关精兵数万 毅然出发孕梁 归途中度过徐河时 遭到了耶律休哥的追击 李继龙派麾下大将 尹继伦偷偷前置辽军后辈 到了凌晨 尹继伦趁耶律休哥不备 突然从背后袭击辽军 辽军当时正在用餐 不及防备 顿时陷入混乱 根据宋史记载 此译 杀其将皮士一人 皮士者其丹相也 扣兵随之大愧 向蹂躏死者无数 宋军追击了数十里 而辽军在曹河 又遭到了宋军 孔守正部的伏击 又死伤了不少 徐河战后 宋辽战争的形势 为之一振 此后十年 辽军不敢再次大举进攻 纯化五年 公元994年 西北党项首领赵宝忠 与李继谦购谋反送 李继龙再次出征 部下认为宋军兵少 不如先在石宝城修整 待情况而动 李继龙却说 进入下州 出其不意 比翼未能料我众寡 若先具石宝 众寡以路 岂负能金 大意就是 要先直入下州 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 这样敌人才能不知道 我军的虚实和人数多少 如果先是占据了石宝 那兵力就会暴露出来 宋军迅速行动 开赴下州 而赵宝忠也被擒拿 直到三年 公元997年 李继龙重建郑荣军 至所在今天临下雇员 这个西北要塞 在以后的宋夏战斗中 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宋真忠即位后 改任李继龙领郑安军节度时 简孝太府 一个月后被召回 驾同中书门下平章室 解除兵权 回到郑安军任职 景德元年 公元1004年冬 辽军大举南下 檀渊之战爆发 真忠决定清零檀渊 李继龙自请护从 被任命为架前东西排阵使 先行赶赴檀中 陈兵于檀渊北城之外 辽军数万骑兵 急攻檀渊 李继龙与大将石宝级率军抵抗 成功抵御 带到真忠来临时 驾临北门阅兵 招来李继龙等辅慰劳温 践他的部下整肃 探赏许久 景德二年 公元1005年春 李继龙随真忠还金 加开府一同三司 增加十亿一千户 共计一万四百户 即十封十亿 共计三千五百户 侍逢李继龙并发 宋真忠亲往慰问 同年二月初五 李继龙逝世 享年五十六岁 宋真忠亲自前往 李继龙家中痛哭吊计 身穿丧福发癌 为他挫草五日 追证为中书令 十号中午 前行二年 公元1022年 宋仁忠继位 李继龙与李抗 王诞等得以配享 宋真忠妙庭 黄佑三年 公元1051年 宋仁忠赐予李继龙 神道碑的碑额为显公 宝清二年 公元1226年 宋李宗图画 二十四功臣神像 与昭勋阁 李继龙位列其中 在明代成熟的 广名将传中 亦有李继龙之名 好了 今天历史名乡的故事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 请点赞订阅收藏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